现在要回到英文或者是任何一种语言的基本道理 就是在英文里面你一定要有单字 单字一定要有声音念得出来听得懂 第二个你要用按照文法的一个排列 把它排成有意义的英文 这就是思考 而思考就是每一个英文句子的123加4的排列组合 那么有单字有文法 也就是说有声音有思考变成了一个个的句子来听说读写考 但是在我们的学习过程当中 我们的小朋友强的是这个地方 所以他声音很会模仿很会记忆 说出来有模有样小时候呱呱叫 但是你会发觉因为他没有右边的文法思考的架构 在他逐渐长大过程当中 很多的小朋友就慢慢忘记了 而对于大朋友的学习重视的是单字的背诵以及文法的讲解 但是并没有一套很简单又清楚又完整的思考方式 再加上没有声音 学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学懂 学懂又没办法记住跟运用 所以我们六个符号英文法就是希望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因为用这样子的方式各位学出来会很有成就感 小朋友会越学越好学出学术性的英文 而大朋友你马上就能够学懂学出兴趣出来 兴趣是非常重要的 有了兴趣才能够推升你不断的学习 否则学几天好像没什么进步 不学几天英文还是那个样子 你就之后就没有动力了 所以各位朋友 我是仲华老师 我们在网络上推出了许多许多的教学影片 来告诉大家怎么样正确快速的学习英语 尤其是这一二三加式的思考 在个人使用这套方式之后 就发现90%的学习者都能够学好 相反的如果单纯的靠着小朋友的记忆模仿 即使跟外国人直接学习 慢慢长大就忘记了 成年朋友那就更辛苦了 完完全全是摸索的 记忆力跟模仿力都在衰退 但是不要忘记 如果大的朋友能够运用你越来越强的思考能力 理解能力来学习 配合不断地发出声音的练习 90%的朋友都能学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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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栋 词杨栋